菲利普 废雪 现代投资理论的开鲁先锋 成长股投资策略之父 较富级的投资大师 巴菲特看了废雪怎样选择成长股后说 我是一个废雪著作的狂热读者 我想知道他所说过的一切东西 相信大部分国内的朋友们知道 格雷厄姆和废雪是因为股神巴菲特 巴菲特还说过 我是85%的格雷厄姆和15%的废雪 尽管格雷厄姆和废雪的投资方法不同 但他们在投资界缺一不可 格雷厄姆的分析方法是 计算出股票的内在价值之后 在安全边际较大的时候 买入价格被低估的股票 而废雪则更愿意购买被认为是高股的股票 但前提是 它的潜在成长潜力 足以证明对于长期投资者来说 昂贵的价格是合理的 废雪说如果购买股票前所做的工作是正确的 那股票就不用买出 事实上它也是这么做的 1954到1969年是废雪辉煌的15年 它于1955年买进的德州仪器 到1962年涨了14倍 随后暴跌了80% 但在后来的几年又再度创出 比1962年的高点高出一倍以上的新高 也就是比1955年的价格高了30倍 而1960年 废雪开始投资摩托罗拉 并持有了21年 股价上升了19倍 不计算股力 折合每年平均增长15.5% 废雪总结了挑选优秀 普通股的15个问题清单 今天这个视频 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 这15个帮助废雪筛选出了 60年代德州仪器和摩托罗拉 这样的优秀成长股的问题清单 第一次来我频道的小伙伴们 简单介绍一下我的频道 我的频道是用动画的形式 分享日常生活中经济现象背后的经济原理 会聊一些金融分析的基本工具和方法 也会介绍投资理财的常识 和简单易行的启动方案和坚持的技巧 最终的目的是让每个小伙伴 都能做自己的投资经理 对以上内容感兴趣的朋友们 欢迎点击订阅小铃铛 关注我的频道 这15个问题清单并不是关于分析数字和财务报表的 而是关于深入了解公司业务的核心的 了解是什么让业务运转 是什么让公司赚钱 最终是什么让公司持续成长 寻找答案的主要途径 通常仅限于参加股东大会 所以废雪并没有寻求多元化 它只是花时间寻找少数能够通过它 清单标准的股票 对于这15个问题并没有标准答案 但是在回答这15个问题的同时 投资者便会清晰地看到 一家公司是否值得被列在 候选买入列表当中 清单上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关于产品和服务的 也是一家公司是否能够 长存于市场的安身立命之根本 这家公司的产品或者服务 有没有充分的市场潜力 至少几年内的营业额 能否大幅增长 佳能是20世纪中叶的明星企业 凭借光学技术起见 成为世界一流的相机公司 并且在20世纪70年代 研制出了第一台普通直复印机 随着技术和产品线的开发 佳能的股价在上个世纪末 涨势如红 但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 拍照越来越方便高效 佳能的照相机 销售额持续下滑 同时在无纸化智能办公的倡导之下 复印机的销售量也逐渐萎缩 但佳能并未能及时找到 其第二生命线 股价也从2006年的高点 跌去了80% 一蹶不振 第二个问题是 管理层是否决心开发新产品 在目前尚有吸引力的产品线 成长潜力殆尽之际 是否会进一步开发销售潜力 苹果公司是史蒂夫·乔布斯 领导下的一个很好的 持续有新产品问世 并且销售额不断扩大的好例子 在史蒂夫的领导之下 苹果公司每年都在不断开发新产品 不断扩大销售额 而其股价也表现了 公司非凡的成长性 第三个问题则是关于效率的 和公司规模相比 这家公司的研发投入 能否产生同步的效果 通常情况下 一家公司要么超支 要么花不完预算 一家成熟的公司可能拥有更大的护城河 因此在研发上的花费可能会更少 而年轻的公司则可能需要在研发上 花费大量的资金 以提供比竞争对手更具优势的产品和服务 在这一点上 沃伦·巴菲特认为 高研发支出是负面的 并且会损害业务的盈利能力 但我觉得不能一概而论 巴菲特主要关注的领域是消费 消费行业是一个高投入高壁垒的行业 一旦品牌护城河建立起来 其他的竞争对手便很难跨越 并不需要投入过多的研发成本 而只需要将成功的模式持续复制就可以了 而费血获利的领域是科技领域 科技迭代日新月异 有时不同的研发方向所带来的结果 可能就是高产低耗的新产品的问世 或者彻底的失败 而且随着技术的更新频率越来越快 已经领先的公司 很可能会投入更大的研发成本 或者通过收购 保持住其市场份额和领导地位 所以费血更关注的研发投入 与公司规模的同步性 第四点 公司有没有高人一等的销售组织 费血认为 对满意的客户进行重复销售 是成功的一个基准 这一点 如果你使用了苹果手机之后 便会对他的其他产品感兴趣 你就会知道这点有多重要了 第五点 公司的利润率高不高 很显然 公司有更高的利润率 也就意味着公司能够为市场提供 更有竞争力的产品和服务 同时公司内部的运营和管理效率 也会比同行业的其他公司更高 同时银行 招商银行的净利润同比增长 是这样的 而中国银行则是这样的 对于想要当股东的投资者来说 选择不言而明 这一点 在我自己做投资决策时 确定好投资行业之后 也是着重考量的重点 第六个问题 公司做了什么决策 以维持或者改善利润率 这个问题是询问 投资决策的意图和动机的 管理团队的陈述 年度报告 可能是找到这个问题答案的关键 第七个问题 公司的劳资和人事关系好不好 沸雪说 劳资关系良好的公司 通常会竭尽权力 迅速解决不满 人性化的管理 低于当地平均离职率的水平 内部有效的提拔晋升制度 最终都会反映到 公司持续不断稳定增长的利润上 第八个问题 公司的高管之间的关系是否融洽 沸雪说 公司提供的最大的投资机会 就是存在良好的执行氛围 执行者对于他们的决策者有信心 这意味着底层的向上晋升的途径 是基于能力而非站队 减少了内耗的实际 就是增加了正确决策的收益 谁会拒绝这样的公司呢 第九个问题 公司管理深度够不够 特斯拉公司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 这家公司如果没有了Elon Musk 还会持续增长和有一样的愿景吗 沸雪的理想是 让上层管理者下放权力 给下层管理者 沃伦巴菲特的名言是 我尝试购买那些连傻瓜 都能经营的非常棒的企业 因为这种公司我不买 时早也会有人买的 第十个问题 公司的成本分析和会计记录 做得好不好 作为外部投资者 我们依赖于公司披露的财务信息 或其他公开信息进行分析 以了解公司运营的关键比率 是否健康 来明确地判断 这个公司是否值得买入 而对于公司来说 是否能准确清晰地 披露成本分析和会计记录 也表现了公司的管理水平 和对自己经营能力的信心 第十一个问题 投资人是否能从其他的经营层面 尤其是本行业较为独特的地方 获得重要的信息和得出有价值的结论 这是一个非常泛泛的主观问题 重要的信息 也许是潜在的并购意向 也许是某个产品即将通过FDA的审核 也有可能是某一备受关注的技术申请专利 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 可能需要结合公司所在的行业特点 和当期的市场状况相结合 才能给出有价值的结论 这一点确实需要投资者付出更多的精力 第二个问题 公司有没有短期或者长期的盈余展望 成长型的股票一般会根据其潜在收益 而非内在价值进行定价 亚马逊公司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 它的市值是1.58万亿 但其营收是4698亿 PE值是47 杰夫·贝佐斯是亚马逊背后的远见力量 利润可能在长期范围内持续增长 第三个问题 在可预见的未来 这家公司是否会因为成长而必须发行股票 以取得足够的资金 使得现有持股人的利益受损 这是指股份稀释 股份稀释是向市场发行新的股票 以筹措资金 从而减少原有股东 对公司的个人所有权比例 我一般会寻找有充分增长手段的公司股票 而不是有股份稀释的历史的股票 第十四个问题 管理层是否只报喜不报忧 对于投资者来说 无论信息是否正面 信任和透明都是至关重要的 隐藏潜在重大信息本身 就是对公司经营状况没有信心的行为 第十五个问题 管理层的诚信正直态度 是否误容置疑 这一点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一个缺乏道德责任的公司 应该被识别并摧毁 安人公司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拥有千亿资产的公司 在几周内因财务造假丑门破产 包括首席执行官 斯基林在内的高管们 一方面鼓吹股价继续上升的同时 却在秘密抛售公司的股票 令投资者损失惨重 显然要找到以上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 并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 但废雪提醒我们 在没有足够了解的情况下 购买一家公司的股票 可能比不充分分散化更危险 总结一下废雪的问题清单 我们可以把这十五个问题 划分为三个主要的领域 管理 业务扩张性 财务健康性 管理层是否成性 高效 有动力 CEO的管理深度 公司提供的产品和服务 是否有持续增长的需求 是否有竞争的优势 公司是否有足够了利润率 财务报表上的数据 是不是能支撑公司长久的发展 对于以上问题的回答 会帮助投资者们 找到伟大的公司 作为一个不相信 有效市场假说的投资者 废雪将他的投资哲学总结为 我不相信市场 对于勤奋的知识渊博的投资者 是有效的 废雪的长期投资的方法 依赖于他对公司的特别研究方式上 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来获取更多的知识 所以他可以做超长期的投资决策 最后 废雪的投资体系 形成于20世纪中期 也是大萧条刚结束 新科技崛起的时代 废雪选股的核心是通过业务体系 和管理体系相互佐证 来找到业务上具备扩张性 经营上具备稳定性的好公司 这也需要对技术发展的前瞻性 和坚实的财务基本功来支撑 这本书闷适于1958年 距今64年 摩托罗拉已经不在 但废雪那些穿越财务数据 对盈利能力实质的洞察和对人性的理解 依旧是跌宕起伏的金融市场中 最确定的内容 这本书是同类书中 第一本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的著作 推荐等级五颗星 比较适合有一定金融市场经验 并希望建立自己完整的投资体系的朋友们 潜心研读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喜欢的话 记得点赞关注我呀